好我們接下來從這個季報來看 因為第三季季報已經出爐了 這個我們當然很多投資人看到很多媽媽密碼數字 我們要檢驗我們都跟大家講說這個 投資要有這個本於基本面 要從這個數字裡面來檢驗 但是你真的看得懂嗎 有哪些關鍵數字是一般的這個投資 一般散戶應該要看明白的 張姐你先說 OK那其實 基本上 散戶一般來講最基本的毛利率 營收跟淨利率這個部分 他們都必須要看明白 必須要看明白 那我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事實上看財報 其實大家都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我覺得 損益表是第一個 損益表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部分當然是公司的這個資本支出 那我最後補充一個我看財報 比較跟別人不一樣的方式 這個叫做 五項指標 新產品新市場寡讚成長大國際級大客戶 也就是說我看財報我傾向 我們再往後面的財報去看 因為財報畢竟是前面三季 或者是前面兩季的輸入 財報嗎 這是財報的指標 財報的下一個是有 下一頁是有了 所以一樣 我認為你必須要從 還是先看產業 對你必須要從這五個關鍵的指標去挑 拿著這個故事去理解之後 你會知道第四季的財報 會有更有意義的數字 所以這個東西是下一個字卡 這是財報 我認為從營收毛利率 淨利率跟這個所謂的 EPS 可以找到 這個成長性很強的一個股票 所以第一個 你會知道說剛剛其實 余老師有提到過 例如說房地產很熱 你先思考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最近去看房子是不是門可 羅雀還是門庭弱勢 那你會發現 我們看完財報之後 我用海月跟信義當作例子 如果現在看房子還要排隊 還要搶來搶 所以我們來看 信義房屋這個龍頭 9940 他10月營收 當然1到3月是狀況不好的 1到3月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觀眾朋友來看 10月營收年成長4成 這個 8月營收成長4成 9月營收成長3成 這個是 你從先思考產業 那個字卡上面是有的 先思考產業 你在發現這個營收 所以像賣房子的 信義房屋 那這個做房屋代銷的這個字卡 2348的 海月 2348的海月 最近股價也是從 780塊 那直接 直接公告98塊100塊 因為 前三季就賺9.35 前三季就賺9.35 然後累積營收是成長 162%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從這個 這個字卡 給大家解釋 看財報 我認為要先思考產業 再 尋找財報 果然是產業對照 對 你從財報 挑對產業再來看財報 所以結論是很簡單 例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都知道 華碩財報很好 因為 前那個 宅經濟 NVPC很好 那技嘉 維新也都很好 可是如果解封了 大家出外看雲去了 口罩恆大 那我都背得出來 第三季賺8塊 第二季賺7塊 前三季就賺快15塊 那 股價100塊 昨天還在跌停 剛剛寬哥有講 因為你第四季的財報 大家已經感受不到 他的成長性 沒錯 感受不到他的未來性 口罩 口罩真的會 一直熱賣下去嗎 所以一樣 先思考產業 再尋找財報 把 90%的時間 用來思考 那你就會發現 你以後看財報的方式 會跟以前不一樣 這是我的想法 財報名義很好啊 為什麼股價這樣 過去的 因為 過去財報很好 未來不代表會很好 產業趨勢還是蠻重要的 好 余老師你怎麼看 從財報上 因為你是念投資 然後你碩士博士都是念 經濟 聽說專攻博弈 投資像博弈嗎 基本上 我們不要把說 投資當作是博弈 但是你可以用博弈的精神 博弈的技巧 他的策略方法去做你 應該有的投資 那我想 這個財報 第三季財報已經公佈了 那財報 可能你可以從資產負債表 你可以從損益表 現金論表 洋洋沙沙的報表 去看 不過我覺得現在投資人 很忙 也沒時間去看那麼多報表 看沒有 看沒有 最快要知道 不然就是 你可不可以給我什麼比例最快 對吧 我看什麼數據 這樣比較快 我這個地方提供給各位一個參考 我們常常談到的時候 大家談財報的時候 有所謂的 三率三升 有所謂的三率三升 那這個三率 我跟各位講一下 基本上這三率談的就是什麼 毛利率 談的是毛利率 然後還有 營業利率 以及淨利率 這三個 你所有的報表 你們都看得到 因為洋洋沙的報表 你可能看沒有 沒關係 你看這三個率就好了 那這三個率 第一個毛利率 一定是 所有企業要賺錢之前先看的 如果毛利率越高 基本上後面要扣的金額 他就已經可以安然無憂了 可是 營業利率是本業 你要看 本業完之後 最後扣完稅 加上一些什麼 業內業外的 最後還有金利率 這三個就很重要 但是這三個重要完之後 不打緊 還要再看什麼 這三個率 有沒有可能持續往上走 好 那我這裡提出來了一個 三綠三升 這個可能 各位有時候常常聽到 可是我今天要教各位 不是只看三綠三升 還要加一個綠進來 我今天提供給各位 市綠四升 市綠四升 更複雜 再加一個什麼 ROE進來 ROE就是 股東權益報酬率 或者叫做 淨資產收益率 都可以 各位 這四個增加 我現在看這張圖卡 各位看得到這張圖卡 這個漢宇波 你看到漢宇波 你看這個圖卡 我把戰線拉長一點 我可以從這個 2015年到2019年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的 它的散率 毛利率增加 淨率增加 銀率都增加 各位 你想看 如果你真的做存股 基本上 財報 從財報的角度切入 是最好的 也是最穩的 你看到股價可以 從六塊錢 可以漲到五十幾塊 所以你看 這種股價來講 有人說我要報多少年 我希望能夠賺到 五倍 十倍 就是從財報去漲 好 這個漢宇波 我再跟各位 分享一個 那麼 易龍電 你看易龍電 它也是 三綠 這三綠 你看三綠三升 它可以從二十五塊錢 一路漲到 一百六十幾塊 找到三綠三升 就可以翻很多倍 三綠三升 你看 我這個字卡當中 還加了一個 ROE 各位 你看他ROE14% 居然都比他的競力力還高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華倫巴佩特 他最喜歡賣股票 華倫巴佩特 挑股票 他一定從哪個角度切入 他一定從ROE 就是股東權益報酬利益 認為說 我投資這家公司 我到底這家公司能幫我股東賺多少錢 因為華倫巴佩特 他本來就在做投資的吧 他本來就不是進行事業 所以 他會從財報的角度 從ROE看 那三升三綠 這個 有三綠有三升之後 各位再來看一下 好我講得太快了 因為有一部 三升三四 三升三四 紅碗之後 我們常常都講錯 三升三四 也很好 股票都可以活三升三四 對啊 股票來講的話 買了之後你看 買了三年之後 你可以賺多少 你看喔 如果這三綠你買錯的時候 他三降 你的股價會變這樣子 從上面 142跌下來 各位 所以有時候財報落後指標 其實還有很多可以值得判斷的地方 其實他不是只有落後指標 你可以去掌望未來的指標 如果你看到他的綠 一直往下降 這個就是你要思考的 小心 好 我們不要做去買他 最起碼你避開他 你小心 因為這種股票 或許有一天 我們不能說人家如何啦 只是說這個產業 或者其他公司 從財報的角度看起來 基本上來講 你要小心 不是你去碰他的股票 OK 那我們這次看到這個 剛剛講第三期其實獲利很好 很多創新高 這個加速也很多 檔 這個要怎麼找一些亮點 目前來看的話 有一些亮點 倒是值得大家 來做一個注意 第一個就是說 很多漲多的 例如說像台積電 這個人人知道 我們就不在這個地方做贅述了 但很多的一個個股 然後這地方 他開始走空投格局 這個您要小心 剛 張傑有談論到 那其實 我們 一般人 在學整個投資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 我們現在政府都提供我們很多的懶人包 因為他們做很多的梗圖 對不對 現在大家 不太喜歡去看太複雜的東西 那其實有時候你去學技術分析 去學基本分析 去學財報分析 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覺得有時候你倒不如去站在一些大老闆的肩膀上 但是請各位記得 站在大老闆的肩膀上的時候 你一定要是在股價的相對低級期 而不是在高級期 那我們現在看幾件事情 例如說 你要找到老闆是有肩膀的 大部分的老闆都會有肩膀 但是肩膀他到高價區的時候 他會出現一些比較奇怪的事情 其實你國際 去年讓對洲人傷最多心的是國際 對不對 可是國際到這地方 國際他後面會有什麼故事 我們等一下再聊 我們先從群聯先來 那為什麼要看到群聯呢 我問各位 Fresh漲價沒有 他沒有漲價 可是Kesha的他現在的整個產能 他是非常非常吃緊的 那現在來說的話就出現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剛才不是有跟各位談論到嗎 說未來現在來看的話 可能在家工作這塊會佔高一段落 可是我問各位 你的整個手機的一個需求 網路的一個需求 遊戲機的一個需求 娛樂的一個需求 看戲的一個需求 有沒有減少 他其實並沒有減少的 群聯最近就在這個不知不覺的過程當中 他的價格慢慢的墊高 那這波群聯他的獲利有辦法提升 最重要的關鍵是 他自行開發出不少成功的晶片 而且是目前市場上也覺得 這個都還不錯 那各位要去想 在整個價格持平的過程當中 他現在的獲利就已經開始往上走 那股市特別有趣喔 因為現場有 那個資歷比我還多的喔 那我們等一下就還可以來問問他 有一句話說 春江水暖壓先知 很怪喔 股價的線形通常會走在基本面的前面 這個是我最近的一個發現 我一直以來都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一定會有些人 線形走在基本面前面 對 例如說這是最簡單的 張傑就先抗議了 沒有財業是王道 群聯是因為PS5缺貨 那獨家供應 他的PS5的那個 Netflix的容量Double了 對 所以公司一定先知道 產業的狀況 獲利才做得出來 股價技術方面才會跟上 對 那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說像群聯這個 我們可以發現 第一個 他底部型已經出來了 目前慢慢的走出一個 他該有的一個架構出來 那目前來看的話 像這種就是拉回找買點 很簡單 可能很多人會說 這個有點貴喔 那我們再看看國區 國區 好多人看到國區都搖頭 那為什麼呢 去年的國區消息特別多 又是前期 又是這個 又是那個的 但現在請把國區 不要再把國區 想說他就是被動元件 這塊 各位要去想到 未來要去看論到電動車 那為什麼呢 拜登現在他的策略 已經很清楚了 拜登現在的策略 叫做電動車 未來他要把節能減碳 這些事情 列為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準 那以國內來看的話 現在包括了鴻海 要做電動車 包括了可成 他要做電動車 可是各位 電動車你就把他想成是一個放大1000倍的手機 你把他想成是放大1000倍的手機 那過去 只有 只有玩遊戲啊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都要用到這麼多的被動元件的 到時候要做變動車 會不會需要更多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喔 國區為什麼要去買 這前幾年要在那邊東併購西併購的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架構 我認為國區來到這個地方也可以來做注意喔 那底部型打了很久 這個地方平地一升雷開始往上走 最近剛開始走的有誰呢 另外一個是加聯益 6153的一個加聯益 那我們去看到加聯益的一個部分的話 就是可以發現 加聯益這個地方底部型大概走兩年了 那走兩年的過程當中最近開始有談論到一些他未來的一個展望這一塊 那目前因為5G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這給大家都知道 剛才其實跟張傑在聊他來說 今年其實第四季軟版幾乎都是在整個滿檔的一個狀況喔 那軟版當中當然以真頂啦 台郡啦 這些股價比較高的 他們的基本面相對來說是比較好 但是我們知道很多的網友很多的投資人 他們都喜歡做一些相對來說價格比較平易近人的 所以如果我們把底部型 把整個趨勢做出來的話 我認為加聯益也是一檔可以拉回找買點的個股 所以在高價中價低價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現在有很多的個股 現在你去看那個大盤喔 你每天一直看買錯股沒有用 還是要站在對的一個風頭上面 那目前來看的話 底部型出來趨勢往上走 他的財報慢慢的 明年有好轉的一個現象的 我認為這類的個股 大家都可以稍微來參考一下 OK好 所以這邊看到主流類股還蠻多 台積電 航運電 這個非常多 因為現在法人 其實他們也很慌啊 各位不要去想喔 指數越高法人越慌 那為什麼指數越高法人越慌呢 因為很簡單 現在的法人喔 今年出現一個非常吊詭的狀況 11月之前 大家其實績銷都已經訂了 所以各位還記得嗎 10月底到11月初的過程當中 這個行情很淡 那很淡還曾經好幾天喔 那個法人在做 整個作帳喔 全部都是複製貼上 為什麼呢 每天都買金融股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說 那行情這樣怎麼對 你這個明明行情在過新高 可是都去漲金融股 市場的投資人一點激情都沒有啊 各位 就在兩個禮拜以前 那這兩個禮拜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的力氣又來了 你又升龍火虎了 為什麼 因為市場又回歸到整個 所謂的電子股的一個區塊 但今年因為 2021年就經濟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大爆發年 為什麼 疫苗有解 大家要出來 過去很多被壓抑的貨運啊 航空啊 很多那種 甚至最近連軍事 那為什麼軍事也出來呢 因為SPEC S已經載人的火箭都要上去了 題材太多 法人的題材很多 你選一道兩道適合你的 不管是趨勢也好 不管是價格也好 就像很多人挑老婆一樣 有人喜歡挑高的 有人喜歡挑矮的 你選你要的個股 這個個股 價格適合你 方向適合你 你喜歡做短 他很活潑 你喜歡做長 他很穩定 長期都有獲利 照自己的tempo來做 那最重要 反正現在多投行情這個選擇性很多 來問一下張姐 你的這個 從財報挑亮點的選擇策略怎麼走 OK 那事實上這個 上一下這個字卡 其實 從財報看亮點的策略 其實追根究底一句話 就是 還是要回到產業 看圖說故事 跟看數字說故事 那事實上不如 了解故事 那故事才會產生數字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那當然 寬哥剛剛 最近還在講金句 別這麼說 對 教學相場 但我想寬哥剛剛講得很好 先了解自己 那當然選老婆是一個比喻 那我想 落水三千 只取一票 所以我講幾個最後一個幾個結論 半導體一定是 往上中下游延伸 設備也可以 半導體 晶圓代工 外溢的部分 例如說聯電相關的這個所有的 IC設計 那包括 太陽能 風能 甚至新產品的 蘋果 蘋果現在已經證明 賣得很好 對 那上一次上節目的時候 跟大家講到過的 所以從一樣 新產品新市場寡占 成長大 國際級大客戶 這幾個 未來的方向 你把你的產業生根 你從這個方向的 直化的方向 再去配合剛剛提到的這個 三綠三升也好 那其實我現在也加了一個 余老師剛剛講的 四綠四升 我講 從這個方面 互相交叉 相乘 這個部分就是我從 直化的部分 再搭配 所謂的財報的選股的策略 那會發現其實 所有的股票 其實舉一個例子 像剛剛提到的這個 海月 這個部分 底部打出來 前三季都賺9.5 股價本益比都不到10倍 這種股票 有什麼好擔心 這是 資產營建 所以一樣 幾個大主軸 資產營建 像秦美 蒲針建設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蒲針養籍 蒲針養木 蒲針延籍 這些案子都已經在 今年完銷 明年跟後列準備大型的任列 我們過去曾經提到過的新路 或者是貫德 就是這種 很穩的 你很穩的 那都漲很多了怎麼辦 你要去了解它的未來跟目標性 重點不再漲很多 未來會不會繼續漲 重點是從哪裡 漲 長成它 不是重點 重點是未來要漲到哪裡去 東美漲年會怕 它為什麼都不漲 對啊 OK 這個約老師 你怎麼看 好我想 產業 抓產業 一定是個趨勢一定是有的 但是產業你不好去研究說 我教各位的方法 怎麼樣在知道產業的趨勢形成之前 就可以知道這家公司未來會不會有前展現 我給各位 這樣一個 因為研究產業要摳很多公司 對研究產業你要找 你要找很多的資料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看這家公司的資本支出 這張圖給各位看 很清楚 資本支出 如果這家公司 目前在 現金流量表當中 你看到他的一個資本支出開始大幅度的增加 代表他已經有看好什麼 這個產業的趨勢 因為這家公司一定比我們早先看得到 他在這個產業當中 所以他很了解 所以我提供這個方法給各位 你只要看到資本支出增加 而且大幅增加 那這家公司的未來的產業趨勢 就有 可以 可以期待的 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 這個圖卡 這圖圖卡下面 他的 現金流量收入 一定要大於資本支出 你不要資本支出 投入太大 但是公司賺的錢 居然不夠資本支出 這就要非常小心 像台灣有很多的 產業 什麼之前的 太陽能產業 綠能產業 等不到 開花結果 對 開花結果 那就 所以 這個觀念 那台灣有一個典型的 代表的一個個股 台積電 資本支出大幅增加 我這個概念 用到全世界都可以用 我這個地方 跟各位講 我們以這個貴州馬財 今天創新高來收幾杯 各位 你看看 這個 他的資本支出 是不是占的比例很高 但是他的 收入 他的 現金流 他的經營活動 現金流進來 還是比資本支出還要大 所以這公司 就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你看 他的股價 各位 這個股價 可以批免台積電 10年 他不用10年 可以從100多塊 漲到 1000 1600 1700 1800 各位 這就是資本支出 在找產業的趨勢 我相信 剛剛章姐講的 對 我們要找到好的產業 好的產業的趨勢 但是你從資本支出去找 個股會比較容易一點 那資本支出增加到股價開始爆發 這中間會有多少時間要等待 基本上來講 大概 如果觀察了多年 大概一到兩年 你就看得到了 一到兩年 一到兩年 因為你 廠房設備下去的時候 大概 大概一到兩年 廠房設備好 就開始量產了 就量產的時候 就會在營收當中 看到他的結果了 但買中股票不用擔心 應該是說 資本支出有一些 是用來還債 對 所以你要再把它往下去細分 剛剛呼應余老師 像 8086的宏傑科 剛剛好他就是 一年半之前 他過去10年從來沒有擴產 那後來 他切入了一些所謂35竹 他 一次擴產的是兩倍 他等了 等了大概一年多之後 開始營收 像今年 連續7個月 10個月 連續持續創新稿 所以10年 某一家 10年沒有擴過廠 結果 在這個 1819年的時候 一次就擴兩倍的產 那就是他有一些 所以春江水腦壓限制 資本支出的確是 也是法人很重視的一個 一個一個 所謂的財報的一個角度 那這次看到這些標的 有沒有什麼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佑老師有嗎 我想 我剛剛跟各位分享的 我們用 四律四身法 四律四身法 我這裡有張圖卡 這是我大概 篩選出來的 歸納出來的 大概有三檔 這三檔都還不錯的 就是符合了三律三身 又加上了 ROE 聯勇 這個 維新跟 華傾 這個大家可以當作一個 選擇參考的標準 我們今天內容乾貨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好好的 沉澱來吸收 台北股市今天又改寫新高 收在13773點 我們接下來拍攝什麼時候 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跟大家見面了 拜拜 拜拜 頂著